我今年32岁,知名985,经济学毕业,平时喜欢看看足球,2016年那回世界杯,网络购买彩票盛行,自己也接触到了足彩,从此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博彩之路,依仗着自己对经济学的深入了解,自己初入足彩,出生牛犊不怕虎,一口气充值两万,准备完把大的,结果临场心虚了,只上了5000的二串一, 幸运的是,重了,单场赔率1.75,二串一赔率就是三倍左右,盈利一万,自己有点小激动,点击提款,结果系统提示流水不满足,必须打满流水两万才能提款,由于自己之前并不知道流水一说,只能硬着头皮接受这个霸王条款,怎么把剩下的15000流水凑齐呢,那就均注三场吧,一场5000,但是当时购买的题材场次, 不允许单关投注,二串一无一难度很大,结果可想而知,自己接下来投注的三场二串一全部重担,一来一回倒亏5000,虽然不是多大的金额,但是也非常痛心,觉得投注模式太不合理,只有提高二串一胜率,才有可能实现稳定盈利。 接下来的时间,自己试图从提高胜率的角度进行突破,包括分析比赛盘口,水位,主客场因素,交手战绩等,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数据模型,试图将二串一胜率提高。 经过自己的模拟投注验证,自己的胜率确实有所提高,接近六成,但是二串一之后,胜率就会打折,直接不足四成。 这时偶然听说了背头法,简单点说,就是一场不中,就加背,再不中,再加背,直到重了,继续从一背开始投注。 经济学的理性告诉我,这个投注模型存在致命缺陷,因为期望一定是负的,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小赢大输。 但是呢,说也奇怪,自己虽然知道这种方法不靠谱,但是也抱着侥幸心理,按照二串一胜率四成计算,连续八次不中的概率低于2%,只要让本足够小,见好就收,应该可以赢回这五千的,于是就开始了第一次的背头之旅。 时间仅仅物重,白天并没有足够多优质的比赛进行投注,且一场比赛的时间较长,足球是正赛90分钟,加上伤停补食中场休息等,一般需要两个小时才能结束一场。 所以用这种模型投注足踩,需要和时间做朋友,于是我选择夜里的比赛进行投注,一来是比赛多,二是醒来就有结果了,不用看比分纠结。 接下来开始第一轮投注,以一千为起点,不中上两千,再不中上四千,终于第四次八千见红,盈利一万六千减去前三次的成本以及之前的五千,到盈利四千,自己有点小激动,认为这个方法还不错,值得尝试,殊不知这仅仅只是样本较小情况下的一个甜头。 接下来经过接近半个月的时间博弈,自己完成了前三轮投注,分别是四场,三场,五场结束战斗。 正当自己为这个模型感到激动不已的时候,第四轮投注前六次全部积极,这也就意味着自己必须在第七次下注六万四千。 由于二串一的赔率是三倍左右,自己实际上适当降注也可以止损,但是为了收益最大化,还是选择了背头,最终功亏一篑,醒来没有收米,收到的是噩耗。 经过四轮的背头尝试,自己也深刻体会到了这个模型的坑人之处,看似简单易行,实则千日砍柴一日烧,完全没有性价比。 经过这一阶段的洗礼,自己的投注模型逐渐成熟,但是由于二串一胜率不理想等因素制约,一致不能用合理的投注模型和庄家对抗, 自己也就没有继续尝试了,也消停了一回。 转眼时间来到2018年1月,偶然听到朋友介绍外围网站V某N,说是可以进行单关投注并且水位很高。 自己听到这个消息,顿时就像打开了人多二脉,无比兴奋。 自己单关胜率接近6成5,在较高水位情况下采用均注策略,以单场赔率0.95计算,单场均注1万, 10场比赛的本金为10万,收益为26750,收益率达到了25%,那可是非常可观的。 只要自己精益求精,提高胜率,别墅靠海,指日可待。 于是乎,自己按照模型孜孜不倦的研究比赛,分析盘口,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和庄家搏斗,取得了30万家的收益。 然后在3月的一个早上,自己准备提款,被告知账户异常, 账户中剩余的18万余额无法提款,需要联系客服解决。 由于自己之前没有相关经验,按照客服的要求,上传了手持身份证照片,地址信息等,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。 客服告知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审核,期间自己非常焦急,毕竟好不容易赢了这么多, 催了客服无数次都被告知耐心等待。 结果,一周之后得到客服回复,说我投注过程存在违规行为,账号被冻结,余额清零。 我靠,简直了,还能这么操作?赢了不给钱? 黑网站。 任凭我怎么说,客服无动于衷,直言根本不怕举报,我呵呵了,原来这就是黑网站可以肆意妄为的底气, 因为你压根不知道它在哪里,也没法举报,菲律宾的各个角落遍布各种平台, 你会玩就直接踢出局,不会玩就死死杀猪,真的是一本万利的好勾当。 经过这次的教训,自己对部分类似VimoN平台的皇冠小网站有了充分的认识, 基本赢到30万,账户就会被封控,接着直接封号。 你还能玩,说明你没赢过这么多,平台只把韭菜留下,疯狂杀。 接下来自己苦心寻找国际大品牌平台等,接着用自己的那套理论进行投注。 结果呢,又是赢到20万左右,账户被限额,一某单场只允许投注8元,可不可笑? 由于一时间没有合适的投注渠道,自己也消停了好一会。 时间来到2020年9月,无意间手机收到短信推送, 有一个叫做B某的皇冠平台,又是什么新人送彩金啥的宣传口号。 自己突然灵光一现,这次掐好盈利点,只要自己盈利20万就停, 不就可以防止平台黑钱了? 于是自己慢慢地玩,金额也不大,算是试水。 玩了两三个月,慢慢地盈利来到了20万左右, 就是前几天发现了一场非常看好的比赛, 自己觉得机会来了,居然忘记了自己之前的警示, 缩哈了5万,结算后账户余额接近19万。 自己赶忙提款,结果为时已晚,又是审核。 哎,当时就知道凉了,再次被死死薅住。 自己的心情沮丧到了冰点,又白忙活了。 分享自己的这段经历,是想告诉大家, 即便是非常讲究技术的祖才, 即使你技术非常好,非常过硬, 能和庄家抗衡, 依然不能从庄家那里实现别墅靠海的梦想。 因为,他们会在后台研究你的下注, 根据你的投注策略和赛事选择, 可以判断出来你是不是职业玩家, 并且会设置你的盈利上限。 一旦你超过这个限制, 大一点的平台会限额, 小平台如皇冠直接封号, 不给你任何机会提款。 所以,那些在水下, 指望百家乐啥的一把50万加盈利的, 可以放弃这个不现实的幻想了, 庄家不会给你提款机会的。 以上说的是有技术水平的玩家, 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, 经常玩的百家乐等纯概率游戏, 在不考虑庄家作假的前提下, 玩家的盈利可能性几乎为零, 唯一能实现盈利的可能性就是样本足够小, 换句话说,赢了就跑, 再也不接触网赌。 我相信很多人一开始踏入这条路, 都离不开一个钱字, 或是因为想挣点零花钱, 或是急于还钱等。 但是,我用残酷的现实告诉大家, 在信息博弈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, 玩家想从庄家手里挣钱, 概率微乎其微。 有些人想把博彩当提款机, 缺钱了就玩一下,来点钱。 殊不知,这种随意的投注行为 会让自己越陷越深,无法自拔。 那些因为负债较多,被逼无奈, 只能选择复赌的人。 如果我告诉你, 接下来你只会越输越多, 越来越没有机会翻身, 你还会继续赌吗? 这就是最真实的情况,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, 不要抱有幻想, 不要想着一把翻身, 即使你孤注一只赢了, 你的钱也会被黑掉的, 放心吧, 狗庄不会给你机会翻身的。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, 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, 视频下方超级感谢, 点赞订阅支持, 我们下期再见。